早前我們應代理邀請專程去到新加坡 體驗Subaru先進的iSight駕駛輔助系統 這個系統N年前已經在日本本土市場廣泛使用 不過香港市場絕對是首次引入 更重要的是這個系統已經被列入為標準配備 全新Outback、XV和Level軍裝備這個系統 將駕駛體驗進一步提升至更高層次 日本廠方對這件事非常重視 特別安排技術專員去到新加坡為我們示範和講解 簡單來說iSight是一個針對提升行車安全而單身的駕駛輔助系統 主要透過安裝在前擋風玻璃上的一對立體攝像鏡頭 去識別四周環境、車輛、行人、單車、行車線和其他物件 並在適當時候發出警示信號 甚至主動介入煞車系統或者控制引擎輸出 以降低碰撞的風險 這次在新加坡我們體驗的是第三代iSight 所採用的雙立體攝像鏡頭已經升級了 試駕體驗在東海岸Tanamara 碼頭隔離的露天場地進行 雖然整天下雨、路面濕滑、雨勢時帶時勢 幸好拍攝時只有丁點雨點 場地內體驗區主要是針對iSight五大功能 預警式煞車示範在一條直路上進行 駛向盡處樹立木板障礙 以取代現實在路面行走時會遇到的其他道路使用者 來自日本SUBARU高級工程師 阿布幸一親身上陣 駕駛標準配備iSight的全新小改款Outback示範 小記就安助助手席 當駛近木板 系統先向駕駛者發出警示聲響 而標板還會顯示閃力訊號 然後阿布先生故意不作任何反應行動 系統立刻自動介入煞車 將車輛完全煞停避免撞向木板 防撞動力管理功能主要是避免駕駛者踩錯油門 令座駕向前衝撞向障礙 示範車是配備iSight的Impressor 2.0 IS 與障礙物大約3呎距離 同樣是由廠方人員負責駕駛小記安助助手席 廠方人員故意給油洗錢 由於系統偵測到前方有障礙物發出聲響和閃力訊號警告 同時限制引擎動力輸出 廠方人員解釋 這樣預留更多時間被駕駛者踩駛煞車 這個功能在踩有4秒之後會自動解除 輪到剩下的三大功能 車道偏離和線道搖擺警示 主動車距控制控巡航和起步提示 開車初段由於系統早已對路面行車線進行偵測 當小記坑以先後做出偏離原有行車道 以及在沒有發出轉線訊號下出現搖擺不定的情況 系統隨即發出警示聲 之後透過軚環右方的操控器 啟動主動車距控制控巡航功能 以及設定與跟前車保持自設的特定距離 前車開動一段路然後停低 聰明的EyeSight再次發揮鎖場 透過自動偵測 並通過引擎、傳動和制動系統通力合作 調整車速 保持著所設定的距離行駛並停下 當系統偵測到前車再次起動 立刻發出警示聲 提示小記盡快開車 這個起步提示功能不錯 廠方人員提醒設計任何時候 無論直路或轉彎的時候 都必須雙手握著軚環 點擊屬於Cuzenz EyeSight 調整個人的電影 WFK Eye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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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yeSight